hello大家好 这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女人 什么这样子 今天呢 这样子要给大家安利一款 极其考验空间想象力的 令所有手残倒 望尘莫及的 立体迷宫类手游 迷失立方 这个游戏剧情的烧脑和催泪程度 堪比电影 到某空间 如果你玩过这个游戏呢 记得在这里给这样子扣一个 老子玩过 这个游戏的操作呢 看似简单 你需要在一个立体的方块迷宫中 配合跑跳操作 找到钥匙 然后打开通往下一关关卡的大门 听起来非常简单 是不是 随着难度的增加 时空翻转 旋转墙壁 等各种机关的增加 留给你的 只有绝望 清澈 只有绝望 然而这个游戏 除了设计精妙的机关迷宫之外 最最令人念念不忘的 还是令人惋惜的剧情 根据游戏的开场动画呢 我们可以得知 这个绿衣服的小男孩呢 需要进入小女孩 先帝的梦魇世界 帮助她打败新女 而每一层梦境 对弈的都是小女孩 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故事 然而你需要做的就是 找到躲在每一个关卡背后的小女孩 找到她 拥抱她 温暖她 随着梦境的层层深入 我们大概可以分出 家庭 学校 流浪街头 孤儿院 火灾现场 等等这几个地点 于是呢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故事 妹妹先帝呢 是一个问题少女 从小就和哑巴哥哥相依为命 先帝觉得全世界都不喜欢她 因此呢 为了获得友情 获得注意力 她总是想尽一切办法 捉弄身边的朋友 在学校这个场景中 我们不仅可以看到 先帝对于出生好的孩子的羡慕 更能够看到她对老师的恶作剧 然而直到有一天 同学的一块金表突然找不到了 所有人都认为是先帝偷走了 因此先帝就被学校开除了 而因为哥哥是个哑巴 从来没有跟先帝 表达过对她的喜爱 因此先帝认为哥哥也讨厌自己 从而流浪街头 通过最后一个关卡 也就是封闭在先帝内心 最后一层梦境 我们可以得知 先帝为了吓唬一只老鼠 点燃了她的尾巴 然而却引起了巨大的火灾 根据先帝的声音 我们猜测 先帝的哥哥为了救她 而葬身火海 用自己的行为告诉妹妹 她是爱她的 却也成为了先帝心中 永远的愧疚 因此这样子起初认为 这是一个哥哥的灵魂 穿越到妹妹的梦魇中 解救妹妹心魔的故事 直到在结尾动画中 绿一男孩摘下了自己的帽子 我们才发现这个小男孩 其实是长大之后的先帝 这个时候我才算真正理解了 这个游戏的制作初衷 它讲述的其实是一个 自我救赎的故事 成年的先帝 如同英雄一般 披荆斩棘 一步一步走进自己的内心 跟悲惨的过去 何景 这个游戏告诉我们 无论你经历什么 只要你有勇气去面对它 你都会成为自己的英雄 这也就是为什么 每一层关卡后 绿一男孩抱住灰色小女孩后 小女孩会生出色彩 那是成年先帝 在为自己灰黑色的童年 重新涂上色彩 当然如果你收集了游戏中的隐藏道具 学校的海报 一家三口的合影 破碎的绿色玩具等等 你会发现 在这之下 其实还隐藏着一个 更加令人心痛的故事 那么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样子在这里 就不给大家剧透游戏的内容了 你们可以自己去游戏里 感受一下 寻找一下这个故事 关注我 全世界最可爱的女人 什么这样子 谢谢 不用谢 拜拜 玩手游就看 哎呀球长